好,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个小节 阿里用OSS的基本操作 前面学习了产品的概要和相关的概念 终于可以看看如何去操作我们的OSS了 首先第一个操作就是bucket的操作 我们看到整个的bucket操作的分这么几步 第一个是创建bucket 设置bucket的决线 查看bucket的信息和删除bucket 大概是四个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创建bucket需要什么内容 有什么要求 其实后面的信息我们等一下去演示之后 可以去体验 学习在一个已有的数学中心 创建bucket 那么一个bucket的名称是唯一的 之前也说过 bucket的名称需要符合命运的规范 用UTFR的编码 长度在1到1023字节 直接不能用斜杠或者翻斜杠 这么开头 这是bucket名称的约束 创建bucket 设置决线 查看bucket和三种bucket 可以有这么四个操作 那么成功创建bucket以后 其实不能修改了 不能更改bucket所处的数学中心 因为创建好以后 它需要比如说我的数学中心创建在华北一 或者华南一 那就不能再把它移到另外一个数学中心了 当然有东西说 我想把数据搬到别的数学中心怎么办 我们提供数据复制的功能 可以把一个bucket下的内容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再把原来的bucket删除 用这个方法来操作 第二个是object的操作 因为首先需要有bucket才有object 所以这个数学删到这个来的 新建文件夹或者是新建上传文件 然后获取地址 设置HP头 就可以访问了 然后去删除文件 大概是这么几个过程 如果通过控制台 可以上传5GB的文件 如果大于5GB 需要通过SDK来上传 我想下载的话 那就只能是下载文件夹 这个特殊的object 就是通过API和SDK的方式 因为API的话 通过web控制台的话 只能去看这个文件 文件夹是不能下载的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演示 这里我已经登录好一个 阿灵罡账号 那么我从控制台里面 进入对象充足OSS 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之前我创建好的一些 bucket的列表 可以进去浏览一下 我的文件 不这个缩小了 进去可以看一下 整个的bucket的概念里面 有所属的区域 容量 创建的时间 充足空间流量 每小时请求数量 这是一些统计 然后bucket的属性 读写 是私有 这权限可以设置的 然后呢 object管理 就是我们所说的 bucket里面 所有的创建的文件 和object 可以在这里面访问 比如说 这里面的每个文件 然后可以从这看到 比如说 这是照片 点击 它可以预览一下 那时候可以去获取地址 可以从这能看到 获取URL 然后地址 这个获取的时候 因为我是私有的 所以每次获取的时候 它要求我设置一个 有效期 超过的有效期 它就不能去使用了 不论是一个小时 可以设置更短 获取URL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长的URL 如果我这里点击的话 它就会写出来 这张照片 好 这是我一有的内容 我现在开始创建一个 新的bucket 试一下 创建bucket 比如说 起个名称 随便几个不中复就可以 bucket test 比如说 99887 随便测试一个不中复的名称就可以 然后我这里可以选择地域 比如说我选择 华南1 然后读写缺陷 比如说 公共读写 所有人都可以对ubucket进行读写 如果是私有的话 只有所有者 就是说 所有的读写都需要进行身份的业证 公共读 写操作需要身份业证 读操作需要匿名 公共读写 所有人都可以读写 这个其实比较危险的 一般写上公共读就可以了 如果没什么隐私的话 直接确认 好 那这个已经创建好了 99887创建好了 那我进来以后 进到这个bucket里面 可以点击 这个object管理 可以创建文件夹 上传文件 比如说新建文件夹 DIR001 创建 好 离开就有了 然后进文件夹里面 我可以上传文件 我可以随便 选择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的课表 选择上传 好 上传它上去每个任务管理 把它这里了 上传 好 写是上传成功 好 这样的 好 已经有了 点击 这个是不支持预览的 但是可以去访问 因为是公共读物 所以 这个直接可以复制 也可以从这里获取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那个时间的设置 公共读 不需要去设置过期时间 然后同样也可以拿这个地址来访问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址的格式 其实就是一个http 这边是bucket的名称 然后是andpoint的名称 然后是目录名 然后文件名 然后和咱们刚刚看到的是 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文件的一个展示 好 那bucket的创建 然后呢 缺席的设置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去更改 然后去浏览 文件的文件夹创建 文件的上传 那同样我可以 我可以把它删除掉 比如说 删除这个文件 好 删除掉以后 然后我可以上来 可以把这个文件夹也删除掉 好 最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bucket 删空以后 才可以去删除这个bucket 如果有内容 它是不需要删除的 为了安全 好 删除一个bucket 好 那这个整个就 就测试完毕了 好 大家可以看 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开通服务 如果第一次没有开通的话呢 OSI服务可以免费开通 开通完以后 就直接可以创建 那创建完了以后 其实在里面 管理控制团 还有一些 资源的接控 对某个bucket 它的浏览的情况 是什么样 PV的塑料 对ISP的一些统计 就是说 就是说哪些文件被防了多少次 其实在这里面都有 bucket的统计 这是防止我们 比如说有些文件被盗用 然后呢 其实没有做好防护措施 导致流量会比较多 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措施 可以做一些限制 好 这就是整个object和bucket操作的一个演示 好 本下节内容呢 全部结束 谢谢观看